好 现在付款了 这是我第一次赛道 第一次下赛道 成功了 给了我的订单号 激动吗 这个就不能给人看 万一人家突然趁我不注意偷偷替我跑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王 欢迎回来 在本期视频 我成功预定了一次 Cidney Motorsport Park的Trek Night 之后呢 就开始了初步的车辆准备工作 我也打算把这个做成一个系列视频 分为几集 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在下赛道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那么在本期视频呢 我是先装好了一个PCV的Valve 因为它我那个发动机 那方面会有一点点漏油 然后呢 我就装好了一个Sunwise的GoPro支架 也是Jazz Performance出的 最后 我也再把一个车里的灭火器的bracket固定好 然后装好了一个10KG的灭火器 那么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启本期的视频吧 开始吧 来 好 你现在要去装一下这个PCV吧 打开引擎盖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Genial Monster 这个是一个胶圈 打开引擎盖盖 其实这个东西也很简单 就是你把这个这头先拔下来 正常来讲这里是有一个 这个Clamps 你看样子近了 就是等于聊生于无吧 你让它在这待着吧 对 简单来拿个钳子就好了 我看不出是哪里坏了 但是感觉就是 就是不行了 这个线留在一边吧 嗯 但是不小心一碰啊 手就破了 哎呦 这一拽就裂了 这个东西都有一点这种 怎么讲 焦化了 它现在在上面是有点粘性的 拿东西给它盹一下 哦 确实 你看这东西很老化了 里面已经是有那种裂掉的口了 我可以看这 一拍不知道拍不拍得到 看到没 这这一层 虽然我刚才撕也有一定的这个 哎呀 先不跟你说了 我先 这一边是有个东西粘住了一样的感觉 终于出来了 为什么我刚刚一撕就裂呢 因为它 就它已经很硬化了 你看 可以看一下 但这个我基本上捏不动 就其实 这么看的话 主要原因应该是处在这 这个很轻就像普通的 就是 橡皮那种软度吧 这个大概就是已经是到塑料的程度了 有点像那个 最讨厌吃的那个 橄榄 披萨上了这个东西 披萨上了那个 恶心心 对 然后装新的时候就是这样 对 你去就好了 然后已经完成了 对 已经完成了 因为它这个上面是有一层 就是旧的油嘛 我都说了这个是油气嘛 所以有油的话 它就很润滑 然后 下一步就是你把 新的掏出来 你就这个 用力 塞回去 然后再往外拔一点 试试它那个 松紧度就好 不知道这个 这个用英文 用中文怎么说 这个就是反正是喷在发动机上 就是让它能够就是去掉这些油污啊 油脏的什么的 这个英文叫这个 Degreaser 就是反正就是 像清洁剂一样的东西 对 喷在这些 以前路由的地方 就是防止油它有什么以后 然后 怎么讲 就是 起火的一些隐患吧 这边边稍微简单喷一下就好 然后我这手套也不要了 来就是擦一下它周边 这样你的这个PCV valve就换好了 让它不漏油 其实这个东西你看小小的 那有很大作用 它会就是影响你的行车的平静性啊 油耗啊什么的那种 好 那我们现在来装一下这个Probound 就是Jazz Performance制的 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是金属的 你听着弦的这个声音 然后现在它这个是通过这一个 来调节它这个角度 所以其实你就可以拍前面 就是这样装 你可以这样调成这样 然后就可以拍到主驾驶这样子 其实也很简单 一模一样的结构 两个螺丝 其实它的两个螺丝应该是尺寸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 如果它没什么问题 你其实甚至可以重复使用 看这里面啊 如果有些人就是不喜欢这个东西 也可以就是自己直接拆 然后把这个底座给再给拆下来 然后怼上 它就是一个相当于 Sunwise Delete 看起来比较干净 但是太阳大的时候就傻逼了 那既然它这个是带新螺丝的 我们就 肯定是换上两颗闪亮的新螺丝 这东西就是大概这样子 它就是靠一个怎么讲的 它背面的一个锁落 就是你可以完成这边的调节 让它拧起来的感觉还是很奇怪 而且这个上面的一直在掉漆 对大概就是这样 下一项小的改装 然后是一个MX5 Mania出的一个 就是灭火器的一个bracket 可以搭配这种10KG的灭火器 很适合就是下载道 然后这个黑色的这部分 和这个是一起卖的 大概20刀左右 然后这个是40多 好 现在我们就进行一个安装吧 然后我先不放灭火器 因为我要测一下这个孔锯 这个地方有两颗螺丝 你看可以调节 我先把这两个 就是固定在座椅旁边的 两个螺丝固定好之后 然后我这边放松一点 左右调节一下 看看它这个灭火器具体 摆在什么位置比较好看 然后也比较不挨脚 行 然后首先第一步 就是把座椅调到最后 然后暴露出前面两颗螺丝 两颗都是一共四颗螺丝 这个座椅上 到时候会用到这两个点 都是14 14的螺丝 14mm 这个螺丝还挺好拆的 它没有因为时间长 就是这个叫老化 但是你要记得用这种extension 因为它这个地方很很深 然后又有座椅挡着 然后小心不要把它当手 基本上很简单 MX5的座椅 我觉得就是所有车里面比较简单粗暴的 也没有什么太多像现代的车 一些线啊 这个座椅底下 用安全气挡一堆东西 还不太确定它这个是怎么装啊 应该是这样子装 应该是正常是装在上面 这样子就对了 这样的话你的座椅角度是完全没有变过 就两颗螺丝都给它拧回去了 就大概卡住点固定一下 好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个 密火器装上看一下效果 这个是先装上来 然后把卡扣卡上 嗯很稳 哎还能用这个脚垫 以后就坐这的时候 其实还好 因为刚好是带你那个 你只要不是平时是这样做小板子 就是这样蹲着坐就还好 你这把脚伸就很 还是很自然的 不太影响吧 嗯 然后确保它滚了 滚了 好 那就到这了 今天是摄影师带班啊 今天是摄影师带班啊 走 轢 college 自